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危机 而这个危机的背后也有罕见的机遇 这一切的源头是房地产带来的货币危机 以前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 说房地产是货币的蓄水池 如果房地产倒下了 那货币总得有新的蓄水池吧 股市就会涨起来 可是现实情况是地产倒下了 股市不但没涨反而雪上加霜了 其实呢几年前我的视频里就说过 房地产不是货币的蓄水池 而是货币的发动机 为啥呢 天量货币是通过房贷 从未来30年转移到现在 拉动着经济繁荣 可是现在这台发动机变成了反方向的中了 5月住户中长期贷款下滑60% 大家排着队偿还房贷 所以呢现在是大量的货币 从现在还给未来了 地产下跌导致产业链萧条 抵押品价值下降 信贷回流 全方位造成一场货币紧缩 5月M2增速放缓到7% M1负增长4.2% 剪刀差一下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11.2% 这个现象反映了社会财富的借贷意愿 投资意愿和消费意愿全面下滑 印的钱变少了 印出来也没有人借 都在金融体系里面空转 而更难受的是 流通货币收紧的同时 出现了产能过剩 这主要体现在中低端产能 同质化产能 也就是多数人从事的那些行业中 货币收紧跌加产能过剩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严重的紧缩 以及噩梦般的内卷 这种情况下 赚不到钱很正常 在股市里亏钱也很正常 过去货币浪潮掩盖了很多问题 但是退潮以后 这个问题就开始暴露了 让我们感到十分的耻辱 比如说昨天A股总市值多少 73万亿 而美股科技三巨头 英伟达苹果和微软 总市值70万亿 我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整个市场加起来 只相当于人家的三家公司 而且我们的市值排行榜打开一看 满屏都是银行 不管我们的科技公司少 我们的大型消费品牌也很少 像美妆行业好了 欧兰亚一家公司市值1.9万亿 可是A股美妆行业有几十家公司 市值加起来还不到3000个亿 要知道我们有14亿的人口 比欧洲美国加起来都还要多 咱们国内的美妆市场规模 每年有四五千亿 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 背靠着一个这么庞大 并且正在快速增长的市场 怎么就没有一个超级品牌呢 这些是我们的耻辱 但同时也是未来的机会 三个字总结就是内循环 两个字总结就是自主 就像奥巴马所说的 如果中国那么多人 都过上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那么对于整个地球都是灾难 对于欧美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了 西方在我们面前竖起了高墙 同时也会为我们的科技自主 以及建立自己的超级品牌 提供肥沃的土壤 全球贸易曾经帮助我们 实现了快速的增长 但是同时导致我们也养成了 依赖的习惯 就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 两头在外的加工厂了 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 都忘了把自己放到第一位 而内循环的开启 我相信一定会带来 万一级别的科技公司 以及超级品牌 这是我们这一代独有的机会 那么A股呢 A股事关两亿股民 两亿股民的背后是无数的家庭 它是打破通缩 关键的一环 A股就像是一针肾上腺素 它会比其他任何东西 都能快速的扭转预期 改善信心 房地产是货币发动机 只会转移财富 而A股能真正的创造财富 未来会不会有大牛市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这波房地产造成的通缩螺旋 需要由A股来解开 或许就在下半年 电视剧繁华迎来了大结局了 不知道有多少散户看了之后 想要穿越回去的 不是保总三头六臂 而是当年的股市 黄金遍地 1993年 A股只有100只股票 上证指数最高 冲到1558点 现在都过去30多年了 2024年的A股 5000多只股票了 可是上证指数 还在2800多点 1992年的5月21日 上交所取消了涨跌停板限制 结果上证指数 从5月20号的616点疯狂上涨 第二天指数就翻倍了 到了25号涨到了1429点 有多只个股涨了10倍 到了7月股价还在继续狂飙 市益率干到了几百倍 外媒评论说 上海出现了世界上最贵的股票了 当时上海一个 只有半个足球场大的文化广场 被包下作为临时交易场所 股民们是听着广播里面 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的行情 然后再隔着围栏呼喊着委托下单 交易员再电话交易 那个场面真是比纽约交易所里的交易员 四处奔跑呼喊的画面 还要激烈和沸腾 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 相当野蛮原始的市场里 每天都在上演着暴富神话 到了1992年的8月 深交所发公告 买新股只能抽签认购 凭着身份证办理 但一个认购者可以持有10张身份证 一正买一张抽签表 每张抽签表可以认购1000股 这么一来 全国各地的人前呼后拥地涌入深圳 而深圳的邮政系统 收到了无数来自外省的身份证 一麻袋一麻袋的庄长 到了认购的时候 为了防止别人插队 无论男女 后每个人紧紧抱着前面的一个人 在35度的酷暑下 这样的密切接触 为的就是博取的10%的中签率 因为一旦中签 至少翻倍啊 繁华里大宝起初是身无分文的 但是在爷叔的指点下 在那个月入百元的年代 居然敢借来1万块做投资 这1万块是阿宝的哥们 把老婆的金链子卖了给凑的钱 致富的原始欲望 被改革开放的大潮烈火烹油 当时的阿宝炒任购政 挣了160倍 成了名副其实的宝总 而电视剧中1993年的宝银大战 展现的则是资本市场历史上的 第一起收购战 宝总靠着人脉消息和下手购狠 一把赚到上千万 登上了人生巅峰 要知道在90年代初的时候 北京二环内的一套四合院才几十万呢 当年股市只用三年冲到1500点 之后用了30年的时间 才缓缓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今天的投资者无疑是更加方便了 随时都可以手机下单 但是看了繁华之后呢 却难免会羡慕起当年那个时代 那个年代的股民们 不如现在的股民懂技术 懂基本面 懂宏观经济 但是当年的股民们充满信心啊 他们笃定一件事情就是 买股票能挣钱 而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份笃定 爷叔说 大数之后必有大寒 可是现在的股民只会想问 大寒之后呢 不会是大大寒吧 当年的A股 从老八股到5000多家上市公司 从最初20多亿市值 涨到现在的80多万亿市值 A股涨胖了不少 却始终没有怎么涨个儿 面对现在这样的市场 很多的专家 包括吴小秋等等 都在建议缓一缓IPO 让市场喘一口气吧 天丰证券的刘玉辉更是直接给了个解决办法 说能不能给那些排队上市的企业 设计一个低息补贴的长期贷款 附加一个未来上市后 可以转股权的安排 暂时替代IPO呢 你看其实大家都知道 A股的问题在哪里 在第二句繁华里最后呢 宝哥是去做地产了 还演了李嘉诚去上海考察地产 暗示着当年迎来了地产时代 繁华里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说只有看到未来才会有未来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未来是什么呢 我们只知道在未来房地产已经不再是主角了 我们只希望 无论现在是大寒还是大大寒 资本市场能够早日的迎来春天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呀 这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本来相安无事 大家一样拉垮 可是呢 居然现在倒数第二开始偷偷的奋发图强了 人家都不屑于跟倒数第一玩了 这说的是谁呢 港股跟A股 最近A股连跌5天呢 哪怕国家对进场大力抄底 都留不住3000点的身影 但港股却走出了独立行情 甚至有的板块 你们的股票是动不动大涨百分之几十 这是发生什么了呢 比如说昨天 港股美迪置业突然暴涨百分之七十 今天还上涨了接近百分之四 原因是他大股东美迪集团 决定要把房地产业务给剥离出去 之后这块业务呢 就由私人公司全权持有 那股东怎么办呢 给了现金选择权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继续持有私人公司的股份 分享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红利 也可以选择拿钱走人 而大股东开出的收购价是五块九港元 但你要知道哈 这股票前一天的收盘价只有三点七五港元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个大股东真的是很够意思了呀 他给了投资者充分的选择权 你可以走也可以留 就算你想走没关系 大股东给的价格非常有诚意 溢价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三三呢 而这种事情在港股绝对不是个案 今天呢 刘燃雄旗下的华人之夜 也是突然飙涨了接近百分之四十 收盘涨了百分之二十八 创了半年多来的新高 原因是刘燃雄之前也承诺过 要把公司私有化退市 正好呢 上周有一笔疑似刘燃雄持有的股份 发生了一些变动 那市场就猜 很可能是刘二百要开盖了呀 所以股价就大涨 此外呢 复兴旗下的医药股富红旱富牌 也大涨了接近百分之二十 原因也是私有化 给出的价格比之前的股价高了百分之三十 我们知道港股这一年确实是跌得很惨 甚至还被人叫做是粪坑 但其实呢 里面有很多公司的经营业绩还是可以的 每年也是有利润的 并且还会给你分红 只是因为它整个市场流动性不行 导致股价萎靡不振 只有账面净资产的几分之一 甚至有的公司的市值都不如账面上的现金多 那理论上来说 这样的公司你继续留在市场上也没有意思啊 反正也没有办法融资 那作为上市公司 每年还要额外付出什么审计信息披露 还有这个监管的成本 索性还不如退市呢 但是具体的操作上 肯定会有些小股东会反对 因为有的人是买在高位上的 你要是继续留在市场中 至少还能有回本的希望 一旦私有化退市 那游戏不就结束了吗 可能我账面亏损 就会变成真实的割肉了 所以呢 港股的私有化通常就会以溢价的方式 适当的补偿小股东 今年以来呢 港股已经发生了多起这种私有化的案例 像年初的时候 李宁也抱着过有私有化的想法 还有像中级车辆 中国中药等等 都发了公告说有类似的操作 方案一公告之后股价都迎来了大涨 而这些公司的共同的特点就是 公司经营其实还可以 兜里面也有现金 而股价又跌到残不忍睹 所以呢 干脆选择私有化算了 而相比之下 咱们A股主动私有化的案例 就非常的罕见了 就算有动机往外也不纯 给的价格诚意也不够 比如说像金 猛料来了哈 当年炸掉欧洲能源大动脉 让整个欧洲只能抖着腿 过冬的凶手已经是浮出水面了 是美国自己的媒体华尔街日报刊文 发布的这个消息 说是有6名乌克兰军员和商人团队 只花了30万美元 就炸掉了这个花费上百亿美元修建的 北溪天然气管道 更加值得一提的就是 其实美国欧洲 他们都在爆炸前 已经掌握到这个情报了 但是事后依然还反咬一口 说是俄罗斯自己炸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这个华尔街日报在干什么呀 它为什么要冒着被骂美奸的风险 选择在这个时间放出这个消息 那接下来这个事情 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首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信息 说是2022年2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 当年5月份 几名乌克兰的军官跟商人 在酒吧里聚会的时候就商量 说咱们要把这个北溪管道炸了吧 既可以阻断欧洲跟俄罗斯的经济联系 又能减少俄罗斯的能源收入 然后因为有特种作案经验的将军 负责具体的实施 并且向当时的乌克兰军方总司令汇报 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很快就口头批准 同意实施了 到了6月份的时候 荷兰情报部门率先获悉了这个计划 并且通知了美国中情局 美国随后就通知了德国 同时说泽连斯基你不要这么干 泽连斯基虽然是下令停止行动了 但是执行的人说 已经变成单线联系了 无法再传递命令了 到了8月的时候呢 美国中情局就跟几个欧洲盟国说 乌克兰可能已经放弃计划了 但是到了9月份 那几个乌克兰人就在德国租用了一条游艇 随后带着深浅设备和炸弹实施了行动 26号北溪管道发生剧烈爆炸 欧洲能源大动脉被卡断 同时也酿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天然气泄漏 当然德国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们很快就收到了是乌克兰实施爆炸的线索 并且还在那条被租用的游艇上 都找到了铁证了 也就是爆炸物的痕迹啊 船员的指纹 还有DNA样本等等 但诡异的是 在爆炸发生之后 欧美媒体的报告内容是铺天盖地的 几乎全部都是在暗示 说是俄罗斯自己炸的管道 而且呢 西方的政客当时还撂了很多狠话呢 比如说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 欧盟主席就在推特上写道 任何故意破坏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行为 都是不可接受的 将会招致最强烈的回应 北约也表示说 北溪管道被炸 对于北约成员国基础设施的攻击 将会受到该军事联盟的集体回应 但等到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出来之后 这些高官呢 要么就变哑巴了 要么就立刻变脸了 比如说德国政府早就在 今年7月份的时候就说过 出于公共利益的原因 无法回答是不是乌克兰 炸了管道的问题 8月15号 德国政府的发言人布希纳强调说 德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立场 但是也有些官员是小声表达 前首富许家印 现在成了被执行人了 中国恒大发公告 说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 恒大跟旗下的凯隆之夜 还有大股东许家印本人 都成为了被执行人 所涉及到的事项呢 是深圳核信横距申请要求 恒大履行一共60个亿的 股权回购款 利息还有违约金等等 那很多人可能就不太理解了 这恒大不是早就爆雷了吗 它不是欠了2万亿吗 怎么居然到现在 才成为了被执行人 而且金额才60个亿呢 其实这个事可以看成是 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股牌 这一切的败局 得从2016年说起了 想当初呢 这是房地产最红火的时候 靠着加杠杆发家的许老板 准备再玩一票更大的 那就是借壳深深房 回到A股来上市 为了这个事呢 它引入了一堆的投资人 包括有苏宁啊 山东国资啊 还有这次的申请执行人 核信横距等等 一共有1300亿的资金 增资中国恒大 而且呢是有约定的 如果上市不成功的话 恒大得还本付息 那为了给这次的借壳上市 增加成功的筹码 当初恒大也是很舍得下血本的 比如说把在保安之争中 花了363亿抢下的 万科14%的股份 亏本70个亿 转给了深圳地铁 帮助深圳地铁上位 成了万科的大股东 还把总部签到了深圳 另外呢 把自己球队的教练李皮 献给国家队 但是几个亿的工资 还是恒大给出的 但是呢 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 同样是在2016年12月份 那场重要会议上 浓缩出的房租不炒 这四个字 几乎就已经决定了 未来几年 咱们中国房企 老板们的命运了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 恒大最终是没有能够 敲开A股的大门 当它一公告 借壳失败之后 当初的1300亿的战略投资 立刻就变成 沉重的债务负担了 许老板的生意 当然没有到 大而不能倒的程度 但毕竟也是 牵一发动全身的 上上下下 影响是非常广的 所以尽管恒大 一共欠了2万亿 但是很多债权的 顾虑也是挺多的 不敢轻易去捅破 那层窗户纸 这也是为什么 恒大跟许老板 虽然之前烂事一大堆 但始终没有成为 被执行人的原因 但是啊 不管是1300亿的 战略投资也好 还是2万亿的 总负债也好 背后牵扯到的 都是无数具体的 机构和个人 他们的资金来源 是不一样的 忍耐的程度 也是不一样的 先走出那么一步 那目前来看呢 恒大的危机 并没有看到 什么清晰的解决办法 即便是在政策环境 持续变暖的当下 他也依然需要 更多的时间 来换取空间 可问题就是 不知道他的债主们 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 那么回到 这个被执行事件的本身 对于恒大和许老板来说 在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之前 其实也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毕竟恒大的摊子 就摆在那里 许老板呢 虽然是大股东 但是基于有限责任的前提 在法律上 他只在自己的出资额度内 负责就行了 但是 如果执行没有效果的话 自己不得 摆在我的 我也是